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 诗篇116篇第七节 诗人说 我的心啊 你要人归安乐 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 神所赐的恩典多而又多 他既然拯救我的灵魂 就不会忘记顾念我在地上的生活 他既然喜悦选我们 做他的子民 就必因他的大名 不撇下我们 我们的盼望并不取决于 所处的环境 而在乎 永不离弃我们 爱我们到底的神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云层之上 我们思想 云层之上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 在诗篇第36篇 诗篇36篇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首诗歌 《云上太阳》 不论是住在 美丽的高山 或是躺我在 阴暗的遥固 当你太气痛 你将会发现 如意为你我而预备 无论是住在 美丽的高山 或是躺我在 阴暗的遥固 当你太气痛 你将会发现 就已为你我而预备 云上太阳 它总不改变 虽然笑已撒在脸上 云上太阳 它总不改变 它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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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诗篇》第36篇 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 我眼中不怕神 他自夸自媚 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 不被恨恶 他口中的言语 竟是罪孽诡诈 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 他在床上图谋罪孽 定义行补善的道 不憎恶恶事 耶和华 你的慈爱上极诸天 你的信实达到穷仓 你的公义好像高山 你的判断如同深渊 耶和华 人民 牲畜 你都救护 神啊 你的慈爱何其宝贵 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 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肝得以饱足 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和的水 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 在你的光中 我们必得见光 愿你常诗慈爱给认识你的人 常以公义带心里正直的人 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 不容凶恶人的手赶住我 在那里 作孽的人已经扑倒 他们被推倒 不能再起来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诗篇三十六篇 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 第五节 诗篇三十六篇 第五节 经文说道 耶和华 你的慈爱上级诸天 你的信实达到穷仓 诗篇三十六篇 第五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诗篇三十六篇第五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耶和华啊 你的慈爱上级诸天 你的信实达到穷仓 诗篇三十六篇 第五节 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 今天的灵修短文 云层之上 我家住在海拔 近四千英尺的高山上 经常能见到山谷下的云层 有时早上请来 发现山上阳光普照 山谷下却云层满布 有时 暴风雨来临 山下闪电雷声大作 我们在身上 却继续享有晴空蓝天和阳光 我常坐在这古仆的廊前 望着山下的云层 想到 人生中 也会出现灰暗苦难的云层 暂时遮去 神大爱的阳光 许多人就生活在 这样的云层之下 圣经多次讲到云 有时象征 遮挡神荣耀的 属世力量 然而 神并没有丢弃我们 他仍然在那里 我们可以凭信心 紧握他的应许 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上帝的话语 指引人生命的方向 上帝的灵 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 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 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 欢迎继续收听 孙大中主持 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 云层之上 这个题目 神是绝对公义的 但因他 满有慈爱 满有怜悯 所以常常不是给人现实报 而是展颜 他的审判 对人宽容忍耐 为要领人悔改 诗篇 三十六篇 一到四节 大卫说 恶人的罪过 在他心里说 我眼中不怕神 他自夸自媚 以为他的罪孽 终不显露 不被恨恶 他口中的言语 竟是罪孽诡诈 他与智慧善行 已经断绝 他在床上 图谋罪孽 定义行 不善的道 不憎恶事 诗篇73篇第三节 诗人亚撒说 我竟恶人和狂傲人 想平安 就心怀不平 这句话说出了 多少人的心声 有人因为看见 恶人得利 善人吃亏 就决定 不要做好人 但真言二三章 十七到十八节 所罗门说 你心中 不要极度罪人 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 因为至终 必有善报 你的指望 也不致断绝 奥古斯丁说 神审判的方式 有时是奥秘的 但绝对公义 神的公义 好像大身 他的公正 如同深渊 神是公正的神 他绝对不会错 公义和公平 是他宝座的根基 神的智慧和谋略 无法测度 他的判断如同深渊 是我们有限理性 无法测量的 他的道在海中 他的路在大水中 他的脚踪 无人知道 主所做的 我们如今不知道 后来便明白 因此 不要只看恶人享福 好像大有势力 而要超越这一切 看见谁的良善 恶人昌盛 会令人沮丧 但神的良善 则令人振奋 能使人 从一切苦涩中 走出来 神的良善 把我们心境 带到高处 诗篇三十六篇 七到九节 大卫说 神啊 你的慈爱 何其宝贵 世人投靠 在你翅膀的印下 他们必因你 店里的肥肝得以饱足 你也必叫他们 喝你乐喝的水 因为在你那里 有生命的源头 在你的光中 我们必得见光 神已经分别前程人 归他自己 他对于他所拣选的圣名 是特别的关注 他专爱我们 赐福给我们 阿姆斯书三章二节 耶和华说 在地上万族中 我只认识你们 你说难道 神不认识其他人吗 不是的 就像主耶稣所说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这里的认识 是有特别含义的 所指的是 亲密的认识 如同出埃及记 三十三章十七节 神对摩西说的 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 并且 我爱你的名 认识你 主爱的名叫自己的羊 把羊领出来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 就在前头走 羊也跟着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我们很容易 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也会为不利的环境 心生恐惧 恐惧是灵魂的枷锁 但我们一活在 与主的交通里 神所赐 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 就守护我们的心 就使得忧虑 不能再折磨我们 安息就是心灵 在神里边 全然信靠神 悠然而生的安淑 主的心柔和谦卑 他凡是受试探 与我们一样 他多受痛苦 常经忧患 但他的内心 却波平如镜 始终带着极大的镇静 因为他活在云层之上 在主耶稣背面的那一夜 他对门徒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主已经胜了世界 他稳操胜券 他的心何等平安 我们放手把自己交托给他 就能随时随时 享有他所做的平安 主说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主带领门徒 直接面对最坏的一面 然后他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平安不在于我们个人的能力 而在于基督 跟个人的能力无关 而跟基督的掌权有关 因为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 都掌握在他手中 我们就在他里边 得到一切满足 诗篇二三篇第四节 大卫说 我虽然行过死印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 你的肝都安慰我 以色亚书上二章 二到三节经文说 看哪 神是我的拯救 我要依靠他 并不惧怕 因为主耶和华 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师哥 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所以 你们必从 祭温的泉源 欢然取水 事事虽然难料 但耶稣基督 昨日今日 知道永远 是一样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 他的爱 永不改变 永远坚定 大卫说 耶和华 你的慈爱 上级诸天 请问 还有什么 比诸天还高呢 奥古斯丁说 虽然我们并不 十分明白 神的护理 但神总以 最好的方式 对待我们 神有一些的主权 他的大能 甚至能够将 最糟糕的情况 转变成 对我们最有利的局面 美国知名的牧者 保罗去补牧师说 人生的精彩 不在乎 轻轻松松 或一切 进度在掌握中 而在乎 神的恩典 临到我们 忽然 闯入我们生命中 天空的最高之处 乌云不能升上 暴风雨 不能在那儿发威 再远离地表的高处 日光永照 永远是平静的 在海洋的深处 也是一样 有个小故事说到 有一次 在测试潜水艇的期间 潜水艇在海里 待了好几个小时 当潜水艇 回到船务时 司令官问道 昨晚的暴风雨 可曾影响到你们 潜水艇的舰长 很惊讶地 看着司令官说 暴风雨 我们根本压根不小的 有过暴风雨 是的 海洋的深处 暴风雨 不能影响丝毫 所有是海洋 表面翻腾的风暴 都远远达不到那里 以赛亚书28章16节 提到一句话 信靠的人 必不着急 神会做他的事 我们不用着急 能够安静信靠 如同活在云层之上 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 最大的恩赐 格贝利牧师说 圣经里有超过500处 跟害怕有关的经文 都是告诉我们 不要害怕 他说我记得 我跟我的孩子漫步 他们在树林中滑倒 他们握着我的手 那时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我总是使他们不置跌倒 小孩若有自己的父母 在身边 就会不用害怕 很多他们以为可怕的事情 比如说 有的孩子怕狗 在路上若是看到狗呢 就不敢往前了 但是有爸爸在身边 跟他在一块 牵着他的手 他就不怕了 去除惧怕最好的方法 就是有所倚靠 美国知名的作家 史蒂文生 小时候 有次不小心 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 出不来 当夜幕低垂 屋子里越来越黑 他幼小的心灵 也越来越害怕 但他父亲因为门锁住了 不能进去 只好突然去找所将来开门 在等待期间 他父亲不断地 从门缝里跟他讲话 父亲的声音 就让他在黑暗中 能够壮胆 当听见父亲的声音 小的爸爸在门外 实际闻声的心灵 就不再害怕 心中的阴暗 惧怕 就一扫而空 有神与我们同在 对我们说话 我们的心也可以安稳 以色亚书43章1到3节 经文说 雅各啊 创造你的耶和华 以色列啊 造成你的纳位 现在如此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救赎了你 我曾替你的名照你 你是属我的 你从水中经过 我必与你同在 你烫过江河 水必不漫过你 你从火中行过 必不被烧 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 因为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 是以色列的圣者 你的救主 我们可以不用害怕 因为神已经救赎了我们 他曾经救我们 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现在仍要救我们 神说 不要怕 因为你是属我的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摸你们的 就是摸我眼中的同人 诗篇 36篇10到12节 大卫说 愿你尝试慈爱 给认识你的人 常以公义代 心理正直的人 不容骄傲人的脚 践踏我 不容凶恶人的手 赶住我 在那里 作孽的人 已经扑倒 他们被推倒 不能再起来 大卫最后 为属贞的圣名祷告 愿他们长蒙恩惠 他说 愿你尝试慈爱 给认识你的人 常以公义代 心理正直的人 他也为自己祷告 不容骄傲人的脚 践踏他 将他绊倒 也不容凶恶人的手 赶住他 伸手攻击他 我们也可以这样 跟神祷告 把所担心的事情 交托给神 求人使我 所惧怕的羞辱 远离我 大卫确信 作孽的人 已经扑倒 他们被推倒 不能再站起来 他确信 罪人在义人的会中 必站立不住 因为他们是属于 另外一个范围 他们在那里 我们在云层之上 日光之上 他们在云层之下 日光之下 他们的结局已定 他们将康比 被风吹散 而耶和华 知道义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 却被灭亡 修作帮助我们 不看战神的患难 而超越环境 活在云层之上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云上的爱》 谁让白云飘得自由自在 变换着它的色彩 谁让人生 值得你我关怀 挥舞着年轻的梦 就在白云那一段 就在你我的心开 悄悄穿着一种爱 看不见也不明白 就在白云那一段 就在你我的心开 悄悄穿着一种爱 悄悄穿着一种爱 那是遇上的爱 我遇上的爱 在我胸怀不会离开 我遇上的爱 从天上洒落下来 再一次将我心们推开 谁让白云飘得自由自在 变换着它的色彩 谁让人生 值得你我关怀 挥舞着年轻的梦 就在白云那一段 就在你我的心开 悄悄穿着一种爱 看不见也不明白 就在白云那一段 就在你我的心开 悄悄穿着一种爱 那是遇上的爱 哦遇上的爱 在我喧怀 不会离开 哦遇上的爱 从天上洒落下来 再一次将我心们推开 哦遇上的爱 在我胸怀 不会离开 哦遇上的爱 从天上洒落下来 再一次将我心们推开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人算什么 万民在那面前 就像水桶的一滴 又算如天平上的围尘 你去去中海岛 好像极为之物 万民在那面前好像虚无 被你看为不极虚无 乃为虚空 帮助我们定睛在你丰盛的慈爱上 主啊 人民牲畜 你都救护 你的慈爱何其宝贵 世人投靠 在你翅膀的印下 你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 是要领人悔改 因为你投靠你的人 你为他们所积存的 在世人面前 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 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 免得遇见人的计谋 你必安安地保守他们 在你的亭子里 免受口舌的争闹 主啊 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你在兼顾城里 向我们施展奇妙的慈爱 你保护诚实人 却足足报应 行使骄傲的人 你让我们爱你 仰望你 并且壮胆 兼顾自己的心 愿你扶持我们 牧养我们 使我们走在 你所喜悦的一路上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搜纳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明明天赞福给您 耗燥我们的灵箱 指自将一路上 星月的灵箱 宋人们的灵箱 为您抬天若 摆福来 明天喝我们的灵箱 它是我的灵俗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行过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彼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演戏 虽然行过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